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如果各位现在有关注全明星辩论会这个节目的话 应该会对于黑队的队长黄豪平非常有印象 没错,我们这一节的来宾就是喜剧贵公子黄豪平 豪平的身份非常多,光主持人的身份就很多元 包含了记者会、电视、广播、podcast、三届金钟红坛主持人 同时也是众议节目的常客 另外呢,他也是喜剧演员 不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时间可能有点久远了 但其实他是从模仿开始出道 曾参加过电视节目超级魔王大道比赛获得第七名 从高中开始,他就因为好玩而想要走入荧光幕前 一路上虽然有起有落 但现在已经是非常活跃的主持人、podcaster 还有单口喜剧演员 而豪平不让这些故事只是发生 更多还有回顾以及自我反省 他把这些自我对话出版成书 成了一位作家 书名叫做不只是喜剧演员 黄豪平的斜杠生存学 我们今天从他如何走上演绎这条道路开始聊起 他跟我们分享了他非常喜欢去尝试很多事物 所以虽然一直很想要走表演,但其实他也没有排斥去找工作去上班 这样一来我就很好奇 坚持走到现在是从哪个时间点才开始完全确定自己要继续表演这条路 另外豪平也是podcaster 他跟雨珊做了一个podcast节目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到现在已经150几集,进入到第三季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他想要做这个节目吗? 最后我们聊了他这一次参加全明星辩论会的心得 我问他作为队长跟上去辩论的差别是什么 哇,他如鼠家珍把每一位队员的特色跟想法都讲了一轮 你想知道他讲了什么吗? 让我们下来欢迎黄豪平 好,最近有一本新书 这个不只是喜剧演员 那这个书里面其实等于说把你的一些过去发展一些历程 就交代的算蛮清楚的 那其实一开始就是当然回顾到说 怎么样走上这个演绎这条路 那你说一开始说就好玩 那这个好玩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玩的过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觉得自己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有点无聊 就例如可能在学校读书 我以前是那种师大附中数理自由班 就是科学教育班的 那可能正在学理工科的数学的过程当中 我以前觉得自己做得来 后来发现不对 到高二之后发现身旁的同学们都是一群妖魔鬼怪 他们很多人是跟在那种中研院的教授身旁做研究的 这个做什么每天在做什么光镀膜 阿力不打各种东西的 那当然我觉得那些很厉害 可是我实在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在那被化学公式 被物理公式等等的 就觉得能够发挥创意的东西才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那种模仿比赛 甚至是模仿学校老师阿 上台表演阿 什么各种东西 就我希望能够做一点好玩的有创意的事情 就是不甘不甘于平凡 但那个一开始有什么样的反馈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 你觉得我好像自己是蛮适合做这件事情 我那个时候其实最早参加全民大梦国魔王选秀赛的时候 参加完之后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是有看过那个比赛相关的影片 反正当时第一名是长安点 我是后面的名次 但后来呢因为我跟九把道是有认识的 所以我当时有去参加过他的那种独者小剧 每周三海每周四下午三点钟 就在他的某个地方哈飞厅 就坐着跟他聊天聊他的作品等等 那后来当时在全民大梦国那个比赛的时候 我是有请他拉票的 他就有在他自己的那种BBS版上面 就是请大家帮我投票 那虽然后来没有得到第一名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变成 其实他的粉丝很多的都知道 哦原来黄豪平是会 这个我那时候的比名叫品评 那两个字铁字的品评 诶 然后当时就很多的粉丝很多的书迷 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甚至可能在九把道签书会的时候 我们会在旁边等 那九把道就说诶 那品评要不要来一个表演啊什么的 那我就真的在旁边就是 开始模仿 模仿什么荔精啊 菜头大哥啊 什么呃 我献哥这些角色就开始用 那呃 模仿久了之后才会发现说 就九把道就有时候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做这个做这个工作什么的 就他会给我一些鼓励 但我其实也觉得 人生的第一个舞台 算是在那个地方 有固定的机会做表演 就每一次他签书会的时候 可以在那边做表演 可是真的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嘛 就很想要再往下做做看 其实是后来发现 呃 不管说是学校老师也好 或者是身旁的一些朋友说 欸好凭你这么会讲话 你应该 这条路应该是可以走出一个职业的道路来 而不是单纯只是好玩而已 所以我就想说 好像可以往下走走看 但是这个会讲话这件事情跟 而且我们回想起 在如果回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stand up 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并不流行嘛 就在你你刚刚开始想要往这方向走 超冷门的啊 对那时候其实大部分 可能台湾并不了解 可能相声知道啦 但是stand up可能真的不太熟 所以会讲话跟会表演 好像不见得是立刻画上等号的一件事情 对尤其是很多会表演的人 又很容易不会讲话得罪人 所以所以其实会讲话跟会表演 确实是两两件事情 尤其是你可能要长期去知道说 听众台下的观众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才能够去端出能够相对应的表演 让他们都是听得开心的 所以好玩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显然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其实书中也都有提到嘛 其实发展也不是说 就是一路都很很顺遂 中间遇到很多波折跟起伏 那这显然是不好玩的部分 那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面对它去往下走呢 我觉得如果我遇到所谓不好玩的东西 就是可能失恋也好 失业也好 其实我都会想说 有没有机会从里面能够找到一些 把它变成是段子 把它变成好笑的事情的一个元素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逻辑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后来有个逻辑 是我发现现在当下我觉得很痛苦 不开心的事情 过五年十年之后 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不了了 尤其是当年我其实在 跟经纪公司要签约之前 就是我前一个经纪公司叫野火娱乐 那时候要跟野火娱乐签约之前 那是在当时是超级魔王大道 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公司提出说要跟我签约 我在那边挣扎 我想到底要不要签 挣扎 对啊 因为我其实觉得 喜欢表演跟想要踏上演艺圈 签到一间经纪公司 这是两个不同的道路 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当艺人 当时他们还叫我说你要成立自己的粉丝专业 我还会有点手软不太敢弄 我觉得这个有点害羞欸 我觉得好像如果真的成立粉丝专业 人家会不会觉得说你凭什么啊 你担什么啊 你自己以为自己很红什么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都有一些些挣扎 说到底要不要签 到底要不要签 后来是一个朋友 就是无意间的聊天 他就跟我讲说 你就想说你十年之后 你会不会后悔没有签那个约 如果你今天十年之后 你可能在某个地方上班 当一般的上班族 在小小的隔间里面做着办公的事情 然后你突然间想到说 欸如果我十年前有跟野火娱乐签那个约 我会不会现在不会坐在这里 你如果不担心 你之后会有这样的后悔 你就尽管不要签没有关系 那我当然就是被他这个情绪恐吓给吓到了 想说哦好好好 那我就签吧 很快签签 对因为其实那个约 你仔细想想 他可能约就不过三年五年的时间 你顶多痛苦也就痛苦了三年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说真的其实也没有付出多大的代价 如果真的觉得不开心 那就等到约满离开走人也就算了 可是你不签你永远都会带的那一份遗憾疑惑 你会带的那份想法不断的往下走 也许未来你从来不会有机会理解到说 那时候如果你签约会是什么样的事件 你会带着这个遗憾一直到永远 所以我后来的遇到这所谓不好玩的事情 你都会仔细去想说 其实会不会五年后十年后我会不在意这件事情 如果其实这是一个放长远来看 不算什么的事情 那好像当下你也不用把它放在心里太久太久 等一下这个是 嗯怎么讲呢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现在 然后现在可能经历过一些历练之后 比较容易可以这样想 是是是 但是你说二十岁的时候 你跟现在任何一个 你像你也很常去演讲嘛 可能跟很多很年轻的 年轻人分享你过去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当你是二十岁的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去想到说 啊放到十年之后 或者说我们回到你那个 第一次失恋的时候的事情 你怎么会想到说 就是可以放久一点 然后好像可能就会好一点 我觉得那是一种不断在验证的过程 然后就是可能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挫折 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啊 怎么可能有办法说五年后 十年后可以豁然开朗去看待 可是后来发现 哦原来两三年你就已经不在意了 那再过了几年之后又遇到不同的事情 可能遇到失恋啊 或者是呃工作工作没了的这这各种东西 你发现说其实呃 你的人生一直不断在验证你的假设猜想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放久一点 他可能就没什么 那自然而然这个思考模式 会慢慢的在你的心里面根深蒂固 所以早期当然不会那么快接受 那早期都是验证的过程 如果你今天二十岁 我甚至十八岁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 哦你过五年就不会这么想啦 我根本我就觉得你神经病怎么可能 我根本不会这样子想 但是经过验证之后 我就会自己去相信说 哦原来未来这个黄豪平所经历的东西 真的就是这样子 嗯我就比较能够放下这些东西 就是我现在遇到我还是会生气难过不舒服 但是我放下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有办法在未来 变得比较云淡风轻一些 OK在那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一度就是你书中有提到 其实你有一度是有可能会去一般公司 那时候是实习的一个机会嘛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是会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你其实一直到研究所 你都还是走在一个 就你有一直有一条 虽然说你在模仿在参加各种通告 但同一时间你还是继续念书 不管是大学或研究所这个路线 嗯那同样的你有想过那一条路 刚刚我们讲的是哦十年后 如果你没有在表演 对你可能会后悔啊 但是那时候有没有想过说 诶这个公司诶又不错 然后也有可能未来就真的就是继续走上这种 你说传统也好 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公司的路线这样子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有其实那时候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我其实甚至连参加这个魔王大道都还没有 当时就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 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遇到这间公司 那书里面是提到是说 我那时候去一个电脑展当实习生 然后就遇到了那一间公司 我服务团委那间公司的总经理 就觉得我表现不错 就要拉我进去那间公司 所以我其实当时陷入的一个考量是说 诶那如果我现在就去这间公司的话 我一定没办法准备研究所考试 我到底应该选择继续准备研究所考试呢 还是直接就去公司当实习生 然后以后就在这间公司上班 我当时的思考模式一模一样 我会告诉自己说 如果五年后十年后 会后悔没有去试试看这个机会的话 那我就不想要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我决定就是好我就去那间公司 谈实习的工作我也去谈 一路谈到薪资跟上班时间 什么都谈了 结果后来是这间公司自己 他因为当时遇到了一些商业上的风波 就什么执行长换人直接跳槽 所以他们就说啊 郝平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今年公司不太会有办法做 多做这样子的安排 这也是很突发的状况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说拉长 五年十年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控的 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结果今天我要人家公司 突然间一个执行长跳槽什么的 搞得根本这个机会就没了 就像我们现在我身旁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在那个卫视中文台的体系 有节目哦 然后或者是有拍戏什么的 突然间啪 一个迪士尼说要退出这个台湾的体系 突然间就这些电视台全部都没有了 那瞬间他们的工作也没有 原本做得好好的 他们也都尽心尽力 可是工作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当时就是觉得 如果我不加入这间公司 我可能会后悔 但没想到我做了抉择之后 命运还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后来就慢慢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去执着于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因为真的在执着下去 有些东西你就是无法控制 那不如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你觉得你是顺其自然吗 因为我看起来好像你 其实也没那么顺其自然 因为你其实蛮努力去争取这些机会 对这个这个就很妙了 我觉得我顺其自然是 我帮自己开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那今天如果有好几条路 遇到了阻碍 遇到了障碍 可能我顺其自然的 让这几条路遇到障碍走不下去 那我还会有好几条路可以走 所以我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不只是喜剧演员 因为我有太多的身份 Podcaster YouTuber 主持人 艺人 演员 各种身份 我演音乐剧 讲脱口秀 各种东西都有 所以今天哪怕说 像前阵子那时候 疫情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现场的演出 没有办法做电视录影 当时电视台不让人家进去的 所有的都封起来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家里的录音是构组起来 我有办法在家里录音 甚至是录线上的节目 把它全部都上传到网路上面去 跟厂商合作等等 我还是有收录 所以我觉得我是顺其自然的 让这些路线自然的发展 那也许有一些路 它可以带我到更远的地方去 也许有些路 它就停下来了 那好那那几条路我就先放着 那也许在未来 明明往下走的路又卡住了 那我可以回过头来看原本那些 看似卡住的路 好像又有新的方向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但并不代表说 我很积极硬硬的说 我非得要成功 我一定要成功 因为我知道现代 成功的定义 跟成功的条件 都非常的千变万化 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在十几年前 谁相信说做YouTube 拍影片这件事情 会是一个大红大紫的事情 最早我14年前 其实就有在做Podcast 当时也没有人想到说 Podcast会大红大紫 就是现在 红的工作十年前都不存在 那其实说明现在 红的东西十年之后 也一样不存在了 那我们能够 怎么能够确定说自己 非得要走什么路不可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是对你来说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的吗 就是在你开发出这么多条路线 跟你努力往你最想要做的 不管是演艺也好 或什么其他的也好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 是让你觉得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或冲击的吗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相对来讲蛮幸运的人 我没有遇到那种什么 请家荡产 然后家人生病需要照顾 或者是说自己 严重了失业的状况 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的个性使然 就包含说我告诉自己说 今天如果我在演艺圈的工作上面 遇到了一些挫折 那我可能可以跳回去到 所谓研究所 砌研所 甚至毕业之后去一些公司上班等等 所以我一直处在这种 可以跳来跳去的状况 并没有觉得自己好像 卡在原地 肌肉不振的情形 那真的要讲说有一个挫折的话 是我曾经在 客串某一部戏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也写在我的书中 就是我去客串某一部戏 当临时演员 角色就只有一个台词 我旁边的一个大哥 我们也那时候演正报警察 然后旁边的大哥就问我说 会紧张吗 我就说 就这样子就没了 整个戏份就这样子就没了 那当时 因为其实我跟 跟那个剧组合作 其实也是也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都是认识的朋友 可是当时去那边拍摄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好像跟 其他艺人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落差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出到一段时间 可是其他艺人 他们有自己的保姆车 在保姆车上面喝东西吃东西 可以在那边换衣服什么的 可是我却跟其他的 领眼他们一起在凌亭底下 是在公开场合脱了裤子 在那边换衣服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安排 可是我并不是说看不起领眼这些人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的失落 是在于说 我已经跟这些其他艺人 在这个地方奋斗了这么久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 到他们这个地步 那尤其是当时我 我那时候已经跟前女友 在一起一段时间 那我的前女友 一直对我的工作有所意见 她觉得说 你每次都忙到好晚 你回到家的时候 我都准备要 我隔天早上是要早起去工作 要上班的人 然后你都那么晚回家 我觉得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分手 她就曾经绕过这样的话 所以我当天忙到一两点 都还在忙这件事情 我一方面在工作上面得不到成就 一方面她的讯息传来 又跟我讲说 你今天要是在两点钟回来 我们真的就分手 不要再这样子 做这种无意义的工作 然后还影响到我的工作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双重的压力 尤其是长期下来 我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她一直都会觉得说 我可以理解你的工作 但是我爸妈未必能够理解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爸妈 交代你的工作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在这些 破碎的工作当中 我也找不到一个方向说 我到底未来要走到 什么样的路线去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都很害怕 都不清楚 所以这些累积下来的东西 在那个夜晚是爆发出来的 我跟我经纪人讲说 拜托已经跟他讲说 可不可以让我两点钟之前 可以离开 要不然我真的就是会出事情 反正弄弄弄 瞧一瞧 回到家之后 我女朋友当然就生气 可是后来沟通之下 我一度跟他讲说 好不然这样子 我之后我不会再接任何演艺工作 我会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上班 领薪水 我会稳定下来 给你跟你爸妈 给你家人一个交代 我讲出这样子的话 就真的在我人生当中 这么笃定的说我要退出演艺圈 就是在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但后来也是有一番波折 就是我后来跟自己也打了一架 跟自己打了一架 告诉自己说 如果我今天就真的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就不再去做演艺圈的工作的话 那我会不会在未来的路途上面 我会时时刻刻想着这件事情 就觉得我难道没有办法吗 真的没有办法在表演这条路上面 走出一朵花来吗 后来就把这件事情 也坦白的告诉当时的前女友 她也跟我讲说 其实后来我也想了 就我会喜欢上你 不过就是因为说 我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认真的 呃时候 眼睛里面是有光的 我喜欢这样子的黄豪萍 如果逼你去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可能那样子的黄豪萍 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 所以你就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家里的事情没关系我来处理 所以都是一个慢慢在沟通的过程 取决于你到底有多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当时在经过那番挣扎之后 很确定 我就是想要做表演这条路 但我知道可能是 现在自己做的方向一定有问题 那不是这条路有问题 而是我走的方式有问题 那我就来微调它 我有办法更有效的 让自己走的顺一点点 走的好一点点 真的给我影响的 应该就是这个夜晚发生的事 你讲这个 有一个情境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 之前的一个日剧叫喜剧开场 那一部 我也非常喜欢 我看的每一集都哭 真的那集 我跟你讲 你们看都觉得好像是喜剧片爱情片 对我们这些表演者 喜剧的人来讲 是恐怖片 因为每一集 我们都觉得 天哪这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如果 表现得不好 我们失败了 我们就是剧中这个主角 三年后 十年后决定要辞职放弃这个工作的人 我们看的真的是 心有戏戏 人觉得天哪 这我看不下去 我看不下去 每一集都觉得跟恐怖片 跟恶灵古堡一样害怕 觉得很可能是这种恐怖的预言 对对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 五年后 十年后我们还搞不出个名堂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的到 就反正因为 因为你之前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 对对对 OK好那 虽然说你刚刚讲 你保持了很多条路 有一些弹性 然后好像也还是有一个 上班的这个弹性在这样子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 现在我觉得 我自己的感觉 然后就年纪越大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们的选择会越来越少 就是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可能还有很多工作 可以从基层做起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 然后我就算想做基层 人家可能也不愿意用我这样子 什么时候开始 你觉得好 你是算认真决定 这就是未来我的职业发展 应该是在退伍回来之后 就服役之前 我可能还有在想说 因为真的服役那一年 发生太多事情 包括我跟我前女友分手 也是在服役那一年发生的 所以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入伍服役之前 我当时跟公司 我现在的经纪公司签约 纯粹也是觉得说 如果我当时就有一个经纪公司 我服役回来之后 也许有一段时间 还可以请公司 安排一些工作什么的 但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都在想说 如果服役回来 要不要真的就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从事表演的东西 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但是这件事情也还没想多久 因为毕竟服役没多久 我前女友就劈腿了 所以我实在是也没有想太多 我后来想说 好OK好你劈腿 好你离开 那这样代表我无牵无挂 我可以好好去充斥我的演艺事业了 所以我几乎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很积极的去跟演艺圈的很多朋友 慢慢的建立交情 我现在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那段时间 就当兵的时候 对服役的时候 我服役的时候 因为我服的是替代艺公益大使团 我们其实有假日有蛮多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假日回到台北 我就会去跟这些朋友们聚会 但我不是说去喝酒啊 是什么夜店啊 不是这样子的玩 而是我会跟他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体验不同的事情 不管潜水也好 或者是去学习打拳 我那时候学习打拳 健身 很多的习惯都在那段时间 累积起来 那很多的朋友包含说 我现在跟像张其慧啊 徐凯夕这些艺人都很熟 都是那段期间 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帮我 从失恋的打击当中拉出来 所以他们到处带我去玩 什么密室逃脱各种东西 其实也就是真的因为那段期间 跟他们越认识 越觉得自己是圈内人 要不然这之前可能会觉得 自己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就相对于所有的人好像 像没有明天一样的投入到演艺事业 我好像一直都有一种 我还有一条后路可以走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自己 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 但是真的在那一年 不断的让自己在 虽然是服役 但是反而更深入演艺圈 我觉得自己是个圈内人了 也觉得自己好像 嗯 应该真的未来会一直不断的走这条路下去 嗯 就是其实是在服役的时候确定的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嗯 有没有什么喝酒有关的故事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非常清醒的状态之下 录录音的 为什么会这么清醒 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对喝酒这件事情真的是怕了 怕了 昌景祥阿达就是你 就是你你开的 当年有一个节目 还有一个节目就叫喝吧 嗯嗯 就是喝东西的喝喝吧 嗯 我去那个节目宣传舞台剧 被他灌灌了三杯酒 第一个是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这个彩排书画的时候 他说哎 吃到先喝一杯 然后就喝了一杯红酒 然后讲说来 然后就讲讲说 又找一个理由 再喝一杯 在整个节目上面 空腹喝了三杯红酒的一个状态 啊三杯红酒喝下去 我当时跟当天来的来宾 姑婉允啊 整个脸都是红的 就是红到一个步行 眼睛也都红了 我就那时候 阿达说哎 你你会不会死在这 他就说天哪 你会不会死在 我我当时OKOK 没事没事我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那时候那一集的那个助理主持人 厨师Fred就开车 然后我搭他便车来到 当时住的家附近的三窗外面 附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停在那地方说 哎我把你放在这边可以吗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一下车 坐在旁边三窗的花园 我坐着 然后想看手手表 十一点钟 我低下头来 休息一下 头抬起来 两点 我人生消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不见了 然后我整个头是很痛的一个状态 勉强爬上五楼走到自己家里 那当时家里室友都不在都没有人 我想不行我如果这样子 我会不会真的死掉 我就开始用我仅存的一丝理智 开始搜寻那个解酒方法 解酒穴 按了个无名指之类的 然后家里喝果汁有办法解酒 对啊 酒精遇到酸就会变成指甲水 这是以前那个化学士学过的东西 然后开始去找那干瓶的橘子 然后家里冰箱几颗快干掉了 挤出几滴橘子汁 然后混在水里面喝下去 然后再吃那个显定 什么想到的招全都用了 就想办法让自己脱离那个状态 OK 就这个我觉得当下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天哪 我不要再把自己放在那个处境之下 真的不行 我真的是没法喝酒的人 以前去公司那种应酬的场合 詹哥吧 詹哥说 哎好平喝一杯啊 你就喝一杯嘛 喝一小口 喝一小口我脸整个红掉 眼睛也红掉 詹哥说你先回家吧 我真的不希望你死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耐受度真的比较差一点 耐受度差 我现在女朋友有点有点哦 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很喜欢品酒 他不喜欢酗酒 他喜欢品酒 他说好男朋友都不能陪我品酒 这个其实呢 虽然这样讲不好 但多喝是会变好的 等着你带坏了 对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 但这个每次听到这么惨烈故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喝酒适量 理性饮酒 喝太多真的是不太好 提醒一下大家 身旁有朋友把它录下来之后拿来笑 还是OK的 哈哈哈哈 我看你 就服役这个时间 当然你 你那时候就是已经接触到脱口秀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 退伍当天就跑去 演这个 open mic 周三的open mic 对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怎么样开始接触到脱口秀 因为我相信其实 应该有蛮多的听众 就对你的印象 尤其是近期的 可能对你印象就是喜剧演员 然后就是自己有专长 然后很厉害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怎么样开始接触到这件事情 怎么开始 大学时期 其实最早是大学时期 大学就开始了 快十几年前 那时候十几年前 当时台湾对Danko喜剧 还非常非常的没有概念 陌生 完全没有人 完全没有观众 就是在一个师大太顺街楼下的一个地下室 有一个小小的地方 叫做Comedy Club 你看他有多懒 就是他基本上喜剧俱乐部 他就英文名字就叫喜剧俱乐部 他叫Comedy Comedy Club 他说What Comedy Club Comedy Club 就没有名字 人家国外有什么Gotham 什么Comedy Central Comedy Factory 之类没有 就叫做Comedy 老板揽成这个样子 那基于这么随性的状况 所打造出来的一个喜剧俱乐部 自然而然就是观众也都非常随缘 来来去去 没多少人 台下永远做的都不是 没有到二位数以上 可能就是二三十个人已经算不错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经营下去 久了之后 可能有一天在PT上面 他就发了一篇文章说 真脱口秀 培训班的成员 那时候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应该是大二大三的时候 我看到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又很喜欢看说 国外那些Russell Peters那些影片 当时台湾大概唯一了解就是Russell Peters的影片 所以我看了之后就去报名 那时候已经参加过 全民大目光魔王选秀赛 所以我有一些些那种模仿的角色在身上 所以我去那地方表演的时候 我就表演模仿嘛 可是 越表演我就看了所有其他人 就觉得 不对啊 这真的是可以帮助到我的一个课程吗 因为我想要做的其实是主持 我对脱口秀并没有这么大的兴趣 所以当时试镜完之后 我还跟底下的老板 就是底下负责评审的老板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所误会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办法 教会我更多的主持技巧 所以如果我 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我对脱口秀的理解是有错误的话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要来上课不可 我讲类似这样子的话 就后来我进了 我已经明白的表示说自己 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课程 结果我后来进来还是录取的状态 就知道那时候多缺学生 就什么瞎学生全部都熟 全部都熟 我当时虽然录取了 但我没有去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不行 我礼拜三晚上都是有固定的一个课程要上 我赶不回台北 所以我就后来没有上课 结果那一班的培训班 后来成为台湾蛮早期的脱口秀团体 叫战力帮 包含什么东驱德 黄小胖在内 小胖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厉害的作家 也带着很多人在不断的做口语表达的培训 那其实后来我跟脱口秀的缘分的话 就断断续续的状态 我并没有再加入第一班 但是后来我回去第三班 就他第三次培训的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闲时间比较多了 大学时期闲时间比较多了 我想要回去试试看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第三个班级 叫做西立克 3 class的西立克 做了几次表演之后 突然间那段期间 开始有一些工作进来 演艺工作进来 我就选择说演艺工作那边 因为真的脱口秀没有人看 也没有钱收入 所以我就会觉得 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务实的 结果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正是因为经历了 刚才提到说失恋啊 失业那些风风雨雨 我慢慢的发现说 当时我放下的那些单口喜剧的东西 它是一个疗愈的管道 因为我们在写笑话的过程当中 就是不断的把自己很赤裸的心 很赤裸的想法挖出来 打碎重塑打碎重塑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甚至可以整理好自己的想法 帮自己建筑好一个自己的人生观 那我觉得这个整理的过程 对于一个正在往上爬 或者是说经历一些挫折的人来讲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经历挫折的人 他是没有方向的 我不知道到底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意义是什么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办法 再透过整理成笑话 整理成故事的过程当中理解到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那就算没有意义的东西 它本身可能也是有意义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作者 我突然忘记是米兰昆德拉是谁 出过一本书叫做《拥抱无意义》 那这本书其实就提到了一些内容 我自己觉得说 有些东西它就是慢慢慢慢 就算看似是无意义的东西 它在你未来可能都有一些帮助 所以果不其然事实证明 当年我在脱口秀俱乐部 我讲的第一个笑话 我到现在记忆有形 我讲说 人分成三种类型 有好看的人 难看的人 还有介于两者之间 好难看的人 这个笑话 当时我在脱口秀俱乐部里面写出来 结果我在研究所入学之前参加的超级魔王大道 我用这个笑话 得到进入海选 通过海选的机会 然后就这样踏进演艺圈 就我可能怎么样都没有想到的是说 最后帮助我 那最后一把能够推进去演艺圈的笑话 是我当年在单口习俱乐部 在施纳太顺街地下室所写出来的那个笑话 所以我觉得后来会慢慢的去拥抱 我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就你看似无意的东西 可能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蝴蝶效应在其中运作 所以你第一届 你没有去上课 然后你的时候就是跟寿修讲 说这东西对我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帮助 对对对对 后来他们就传就说 黄小平当年就大头症 他们就一直在传这样子的谣言 好 那你觉得 因为我看你的书里面 听起来就是寿修对你的影响感觉蛮大的 就是 包含了我觉得你后来回去许俱乐部 然后包含了你回去 跟他讲说你想要开专场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 他对你的影响包含了哪些方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需要人 照顾跟提点的一个老好人 你说他 OKOK 对我虽然说自己得到他很多照顾 但是我觉得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他照顾你的过程当中会曝露出更多的弱点 然后让你觉得说 好像他这么惨 我是不是也还好 所以 就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天哪 Social他也人太好了吧 他怎么可以接受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那 呃 其实他即便是在一个很脆弱的 摇摇欲坠的状况之下 他他都还是会展露出 就说没事没事OKOK好 没关系那我们就怎样怎样怎样 就当他当你发现说 他的这个特质帮助他走了这么久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说 我有什么好说什么的呢 就是他这样子都可以往下走了 所以 其实Social给我的一个感觉是 他很像是一个地下的王伟忠 地下的众议教父 他很多的单口现场喜剧演员 其实真的都是经过他的手 才诞生在目前的市面上市场上 那他从来没有要求说这些人给他什么具体的回馈跟回报 他有自己的剧团 但问题是 这些剧团的人常常很多是 有了更好的发展 他会选择自立门户或离开 但他从来也对这些人没有怨对 他觉得大家一起把柄做大一定是好事 可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对自己就很亏待啊 你万一人家从你这边学了一些东西 或得到一些资源 得到曝光度 就离开了 你自己就一直没有办法有累积 你怎么办 他也就是笑笑说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态度有时候会提醒我说 就是在我又一不小心对某些事情很执着的时候 又会想到说 如果他是这样子的状态 我是不是可以学着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能够让自己放下一点点 他真的就是用他的人生在告诉我们说 喜剧就是dying is easy comedy is hard 那如果说今天他可以一直不断的 在他的生活当中体现出这么随遇而安的喜剧风格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就告诉我们说 真的再大的悲剧我们一定都有办法找到其中荒谬的核心去解决它 那关键就是时间跟你的技术才有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笑谈的素材来源 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你太快把它讲完 我觉得听众可能没有听出你刚刚讲 你刚刚说的是dying is easy comedy is hard 死亡是简单的但是喜剧是困难的 ok好这个具体来讲 因为你刚刚讲说有些执着的时候啊 然后你觉得social可能就是他这种态度 我们应该要就是他这么惨了 我们应该不会那么惨吧 那这个具体来讲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他就把他长起来 所以他就在一顿街离开之后 他一度就搬到了在松烟小巨蛋 对 他就在附近的 对 到旁边那个地下室也是地下室的地方 但是后来又辗转的就 反正是公开的理由 他有讲过就是房东把那个房租怒涨三倍 原本一个月六万涨到一个月十八万 那时候那个巨蛋快要盖好 松烟整个要起来 全世界都觉得说 哇这边我用六万块钱租给你 这怎么会合啊 所以他就把他涨起来 就social就毅然决然就觉得说 我不甘心给他这么高的房租 我们就离开吧 所以那时候办了一个拜拜秀 拜拜秀 就是所有的人在那边做了围棋 一个礼拜的时间去不断地演出演出演出 最后一群人在哭着把那个招牌拿下来 那后来卡米迪有一大段时间是受到很重大的打击 怎么样都站不起来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我们跑到捷运六张离站附近有一个 当时是某个TPI Cafe吧 有一个有一个店 有一个那时候是建宁老师他们做了一个团体 跟FIR的阿庆 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团体 以那地方为据点 我们就长期的在那边租用那个场地 结果后来有一段时间那个场地又不给租了 那我们又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到 当金华城还在的时候 金华城对面有一个地方楼上的酒吧 固定礼拜三上面会演出 那就一直在做游牧民族 完全没有一个固定 对对就变成居无定所的状态 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他却也从来没有觉得说 他需要找别人帮忙什么的 我们说收小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真的就我一定会做 我们一定会去想办法帮帮忙 他说没关系 现在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然后一路走走走终于又走到了巴德路 之前上一个点巴德路在某个地方的二楼 在那地方演出 然后弄一弄弄一弄 发现那地方越来越无法承受 这么巨大的流量 人流开始越来越多 当时脱口秀开始起步了 呃我们一直想说 收小有没有需要搬家 我们需要改什么地方 他说有有有 我们有在看有在看有在看 最后是我们硬逼着他说 真的不行就是他他其实他有这个想法 所以他想要搬家 然后说我就跟收小讲说 我觉得我现在有能力 我可以回馈了 我想要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去 帮卡米蒂变得更好一点点 然后他说 嗯好 我觉得是时候就可以再再容纳更多一点点 那我就跟他提说 我觉得卡米蒂要做的更久更长一点点 应该要去做一些更多的尝试 例如说 我可能不只是这个场地 不只是用做喜剧 我可能要有乐团 可能有不同的 有礼拜一礼拜几的时候 我有乐团演出什么的 然后甚至是说 可能这个场地也不一定要叫做 Comedy Club 就是他可以做做为是一个更广泛的方式 我们想了很多 甚至有开课啊 固定的训练等等的 可是收小听在耳里 我第一次看到他有非常强烈的反应 他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一个场地就是 我为了要做商业 我把它变得没有个性了 这间餐厅就没有独特性了 我不想要让Comedy Club 变成一个没有独特性的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的股东 其实在会议上面讨论了很久 对于说 我们本来想说叫做 例如说C家之类的地方 就把场地变成C家 对对对 可是他很坚持 就是希望卡米蒂这东西还是留着 而且甚至是他也不希望 有乐团的演出这些东西 即便是这样子的东西 有办法帮助这个店 可以走得更稳更长更久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坚持在 他就他就讲了 刚才讲的东西 他说一个店一定要有风格 要有态度 我如果让他变得完全没有风格 没有态度 那他就跟其他那些所有的餐酒馆 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就我人生跟他相处下来 唯一一个感受到比较强烈的反应 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OK 那后来我也认同他 我站在他这一边 说服其他股东说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我们还是保留Comedy 这样子的一个招牌 保留住一个三角 红色的三角形 里面有一个小人滑倒的 那个画面那个logo 我们希望把这个品牌 建设延续下来 那也不要去想说 我要让其他乐团等等进来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有让我们原本一起奋战的 一个伙伴 就是一起去找场地 找一些金主的伙伴 觉得说可能合作上面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离开了 那我有点惋惜 但是Social还是一样那句说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就这样我们就往下走 那事实证明 就是Comedy Plus 就是我们现在投资的这地方 走到现在 虽然我们没有做其他乐团的演出等等的 可是因为 维持住喜剧的这个核心 我们要求在这边演出的所有东西 都要有喜剧的成分 它变成是大家想到说 我要做喜剧表演 我就会想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觉得Social 他没有在为了商业这件事情 为了五斗米折腰 当然 基本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 他是生意人 可是我觉得他的商业精神 有一定的坚持在那边 那个坚持是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天哪你为什么不稍微 屈服一点点 可是 越走越久 越发现说 其实他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包含说 他没有 他一直不断的要维持住这个招牌 是只是为了让所有的喜剧演员 可能在某个 呃 失落的夜晚 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 他可以找到一盏灯 一个招牌 就是这个地方 他搜寻的时候 他找到这个地方 而不是一个 随便一间餐酒馆 上台就在那边讲笑话 嗯 我觉得那个 即便是遇到各种 风吹日晒雨淋的状况之下 都不屈服的精神 是 对我来讲 非常印象深刻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 有没有什么 就是这种 因为这个 然后 持续坚持 然后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也不愿意妥协的事情 呃 可能有 像是说 我现在在做的podcast 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其实当时我们也有 接到一个邀请 我们先把节目做好 就把这个基底先打好 那至于说要不要去经营这样子的交友平台 现在市面上有太多交友软体了 我为什么要去说服大家说 你们不要去用那些交友软体 来我跟雨山这边你们可以认识到更多 我们我们不是在往回走吗 嗯 就是 这不是以前的男来店女来店那种很很老式的一个交友方式吗 我们怎么还还走这种回头路呢 可是当然其他人就会讲说 那可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去收会员制啊 就有稳定的资金什么什么的 我说 先把节目做好吧 先把这个招牌品牌弄好 我觉得其实默默的有一点点受到了social的影响 就是我们让这个节目对爱情的这个招牌差的亮差的明显 大家只要做这件事情就想到想到我们这个节目 那其实自然而然你说钱吗商业吗 他自然而然会吸引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过来 所以后来我们合作的对象都是对我们有认同感的人 例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合作的一个叫软体 那个ZEMA他们其实他们创办人他们就讲说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受众跟我们有点像 我们都不是那种很积极的想要去找另一半的人 我们就只是想说在这个社会上面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我PO出一个限动PO出一个动态然后大家会来回我 那我觉得你们的品牌的性质跟我们很接近 所以我想找你们合作 结果我们合作那集一上架 广告啊什么东西一上架的第一个礼拜 他就跟我讲说天哪我发现说我们跟所有的单位合作啊 成效都没有你们好有些流量比你们好 该不会有跟你们合作吧 我先确认一下 讲那么多才发现哇 可以找我们可以找我们 他说他说跟很多就是流量相对可能比较大的那些合作 那个导流的能力都没有你们的节目来的强 他说你们的听众其实真的很能够被你们说服 OK 也许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像无斗米折腰 就是我们没有为了要赚钱这件事情把节目变成一个似不像的模样 所以听众才对我们有产生信任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被social潜移默化的影响 要不然其实说真的 我们为了钱我们大可以做很多很夸张的事情 但我们没有 那坚持住这个精神他做喜剧我做爱情 我觉得也许才真的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 好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就是很不容易被说服的 所以对所以我们的听众可能 你说你比较导流比较辛苦 就是他们就不会理我的 没有一定是因为你在做这个节目他们在听的时候一边在喝酒 所以听完就忘了你知道吗 他们通常都不太喜欢 那讲到什么团购我没听清楚 不管我们的 好这个做爱情 所以但是 要讲清楚 做爱情相关的题目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题目 怎么开始这个题目 然后为什么到现在一百五十几集 到现在continue持续当中 为什么 好这个很妙 其实最一开始呢 就是当时合作的那间公司 就是跟PPA他们合作 反正他们当时老板来问我说 要不要做一个Podcast的节目 我说可以啊可以做 可是我觉得我一个人聊 我自己聊 聊久了之后就没东西了 我想找一个搭档伙伴 我们想要先定定一个基调 然后说聊什么东西 人类对爱情这件事情一直持续 都会有各种想象 随时都有很多的爱情故事 每个人每天可能都在谈恋爱 那不如就聊一个以爱情为核心的 这是你想的 这是我想的 然后后来就搭档的话 也是我 我跟老板那边推荐说 我觉得雨三可以 所以我就知道雨三 后来发现我们两个电波也蛮合的 所以第一季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是 想要透过这第一季的探讨 雨三说我们想要用第一季想办法把 黄豪平销出去 销售出去 因为我当时是单身的状态 所以他想说看有没有机会 第一季这样找一些女来宾来 有没有其中有几个 这当然没有在节目上用力讲 要不然这些女来宾根本不敢 反正就是找一些女来宾来聊聊天 让他们认识一下 也许这中间有几个人 有可能就有机会跟黄豪平在一起 什么当时刘雨三打这种如意算盘 可是确实也在这个碰撞当中 就是雨三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女孩 那我是一个跟白子一样 只交过一任女朋友的 傻傻的菜鸟爱情菜鸟 就这两个人的碰撞是有趣的 所以大家听得一定觉得蛮好玩 那有些女来宾来来来认识认识 其实很多都变成是好朋友 真的也没有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我不会跟 但是来宾认识之后 这有什么不专业的地方 认识之后我没有特别说 是为了要跟他在一起 不就为了追他 然后邀请他来节目什么 当然就是有时候是认识他 他会讲说 黄豪平我可以介绍谁谁谁给你 什么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第一季的氛围就很有趣 每一集都在开说 黄豪平怎么还没有交女朋友 这个可以吗 我知道谁谁谁可以什么的 就会有这样的氛围 后来就变成说 聊着聊着 弄到一年两年结束之后 PPA刚好 他们转换经营方针 就Podcast没有继续往下做 然后你也收到了一堆名单了 对对对 就从那个通讯录 当Catalog这样开始看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我当时刚刚好就是第一 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分水岭 刚好那个时候遇到现在的女朋友 所以就 明明就是了 对对 没有没有 我的女朋友不是在那里面找的 那就是在外面 可是我觉得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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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也不能在这边讲 反正就是我是在 这个节目当中 慢慢的去对爱情这件事 有更多的理解 甚至是 胆敢去做很多的挑战 就连我去采取行动 这个东西 胆敢做很多挑战 是什么意思 就是例如说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其实啊 这个前两天刚好有新闻 就讲到说 是我主动邀请 我现在的女朋友来家里 就是 因为那时候是 她要看我 很晚很晚的一场演出 那我就开玩笑说 诶 这么晚了 没车还是你干脆来住我家 我要澄清一下 当时我家是有其他人的 因为我是住在一个 一整层的公寓 有其他室友 分租的 对对对对 所以有一个空房间 我说你睡 你可以睡那个我房间 我睡工作室 这样子 我就开个玩笑这样讲 他说哦好啊这样子 所以 他就真的来 那其实雨山 其实在这个整件事情当中 他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他就是推波助澜的人 他在旁边看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观察员 哈哈哈哈 没有他他就会跟我讲说 好批你就是要行动啊 你说不行动呢 什么的 所以他会影响了我一些行动的方针 我觉得我去开那些玩笑 可能也是被他影响 说要不要就是来我家住什么的 如果他真的答应了 所以 在真的确定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之后 确定关系之后的第一天 我是 我第一个传讯息的对象 就是雨山 我说我跟他在一起了 他说啊这家的什么的 他知道有这号人物 那时候就知道 对他知道有这号人物 所以 其实我觉得做这个节目 我现在能够跟这个女生有 有很开心的生活 发展也还蛮顺利的 这个节目光不可没 就是他拓展了我对爱情的 感觉 印象 想法 然后我的搭档也是一个 会不断的推人下水的那种消博 所以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才敢去采取那一步 好 脱单了之后 这个节目的变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节目的调性就是 我会在节目上面抱怨我女朋友 没有啦 就是讲说我怎么样惹我女朋友生气 或者是我们之间相处的一些故事 那雨山就会教育说 我跟你讲感情就是怎样 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你去听的话 这个节目很像第一季就是一个菜鸟 在寻找 在探索爱情面貌的样子 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变成是说 这菜鸟终于再度脱单了 那在关系当中又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 跟大家一起来解决 那其实现在严格来讲 我自己定义已经进入到第三季 因为雨山结婚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第三季就是 我们最近找的很多来宾都是来 跟雨山分享说 新手人妻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的日子 OK 所以我们找姜老师啊 然后未来刚好有一些 那种影剧的合作 就是有剧组要来宣传 我们就看说原本想说剧演员 因为其实有时候演员不好聊 那我看看 哦里面有一个新手妈妈 哇年轻都当人妻了 让他来跟你聊聊看 就变成说我们也有一个方向 所以也有可能第四季说明说我结婚了 如果我宣布结婚 可能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什么的 我很高兴的是 粉丝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或是谁有小孩了 然后就会有另外一个 你们整个就慢慢慢慢变成 亲子的 亲子的 下加入他们的节目 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 哈哈哈哈 好所以这个整个Podcast听起来 对你个人来讲影响很多 已经不完全是 可能跟商业有关 对对对 就是反正然后你的听众也好 粉丝也好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 这样子一个成长过程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我是喜剧贵公子黄豪平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溜陪你喝一杯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也蛮想聊的 就是最近有一个节目嘛 正在播出 全明星辩论赛 你有看吗 握看握看 感人感人 对因为这个采访工作 还是要做一下这样子 对不管是用几倍数 哈哈哈哈 你这个我们讲话很快 你在用倍数看 你真的是吸收不了吧 其实 有字幕 好那这个 全明星辩论赛 当然跟你之前参加 这个奇葩说 不一样 这概念上不太一样 调性也不太一样 对 但是 我觉得另外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你从辩论者的角色 现在在这个节目当中 比较是队长的角色 嗯 这个你觉得对于你自己来讲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就要克制住自己 那种很想要表现的心情 嗯 因为以前当 不管是奇葩说 或怎么样 你可能还是以个人赛为主 不过我当时参加 第三季奇葩说的时候 我们就是已经是分队了 所以团队竞赛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现在 我在全明星辩论会 带队这件事情 很大一部分我是学习到 奇葩说当时我们带队的队长 是黄之中 嗯 以他为头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呃 因为其实啦齁 奇葩说 或者其他有时候在辩论比赛 我们球是个人表现 可是今天是团体赛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是 不要拖累队友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才有办法 帮助队友能够开拓战场 那当我自己变成队长之后 我也我不能下场打 我唯一有打到的就是第一集 第一集的时候有打到两次的辩论 那后面二三四五六都是比较零碎的 没有真的上场 甚至其实后来队员们 他们的表现越来越精彩 我们队长的细分就会慢慢减少 不过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如果你们是全明星辩论会的观众的话 从第七集开始 就会有队长加入自由辩论的环节 OK 那就开始 我跟你讲真的下半季 就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景 我们会看到火花四射的擦枪走火的 所有的那些毕服那些争端火花 对评审的什么东西 从第七集开始正式埋下影线 所以到最后一集都还在爆发当中 我觉得是台湾的实际节目 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自己都很担心说 我们录完会不会都没有朋友了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凶残的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跟奇葩说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奇葩说他还是一个以论点为主的 他不会去记录 选手的心路历程或选手的成长变化 这些东西不会 重点不在那地方 可是全明星辩论会 我觉得是 你要说事先规划吗 或者是误打误撞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他们并没有 在一开始 我坦白讲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特别去拍摄 每一个选手的心路历程 或他们的想法 当然有拍后访什么的 可是准备的画面 他是并没有拍摄影机去拍摄 是我后来讲说 我觉得这地方要拍 你们要不要弄一台摄影机拍 他们在准备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发现 这东西好像挺有趣的 就加了很多东西进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慢慢发现 这个东西其实是好玩 所以 连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 也慢慢发现说 表达出我们自己心里面 所想的事情 可能会是这个节目的 重要亮点之一 所以我们会开始在节目上面 挑战评审 或甚至是 对于敌方的 这个对方便有 会提出一些质疑等等 在场上直接发声 所以这个节目很血淋淋的 他就是一个团队竞赛 那他记录下这些人的脆弱 跟这些人的真实性情 假不了的 真的假不了的 那这些性情会在场上交锋 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是 你在奇葩说 或其他辩论节目上面 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一个辩论版本的 全明星运动会 我一直都觉得说 很多人在讲说什么 啊哭什么哭啊 不过就是淘汰就哭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自己坚强 其实不要觉得 别人的脆弱很可笑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重要的比赛 我们大家都所有的人把全心全力的 在比赛之前做练习做彩排 提交稿子什么修修修 为的就是在台上的三分钟 能够呈现出你们看了开心的东西 那我们当然 因为我们的表现不好 受到打击会哭会难过 那很合理啊 如果我们都没有走心的话 不就代表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节目吗 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录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很享受这种氛围 当然压力也很大 我都开玩笑说 我从三月开始的寻麻疹 可能就是因为全明星辩论会 那我自己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怎么样去压抑自己 想要表现的这个冲动 然后愿意把光芒留给其他人去发挥 这个是我现在在做队长的时候 学到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你用什么方法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 当然你知道你要把舞台让给你的队友 但是想很简单啊 讲也很简单啊 那我们怎么去做 或者说你自己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就算你不做 简介会帮你做 因为我队长的细分真的是太少 就是其实我们 我会去做的事情是 我在场上好 我讲场上的事情是 我的心态是我 我不只是一个跟对方竞争的 我也是这个节目的一份子 甚至应该算是主持人之一 就是在海报上的四个人 所以当例如说现场有人 对这个节目或对队员表现 不管是白队还是黑队的表现 有所误解的时候 我会站出来讲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都是 扮演好自己的持方 我今天刚好才发一篇文章 就是其实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例如说有评审就会觉得说 你们的想法好像有点狭隘 就是好像没有真的打开来等等的 就在场上直接提出的这件事情 可是我就讲说 其实辩论比赛 我们就是在猜对方的论点 猜他可能会攻什么 那我要防什么 那可能刚好没有讲到 你觉得说是比较广泛的 比较高格局的论点 那这并不代表说我们输于准备 我希望这件事情是观众也好 或者是评审这边都可以理解的 所以当下这件事情就是发生 其实后来被剪掉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失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能够去做的事情是 我想办法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可以把全心全力的 去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那我们也真的全心全力的 去准备这些内容 请大家不要忽视我们的努力 不要觉得 这只是一个节目 这只是一个通告 我们如果自己一些艺人 都这样想了 你就不用去想说 观众真的会投入 会想看 大家都想说 这节目收视率要高什么什么东西 收视率要高 不就是因为观众会认同 会对黑队或白队 有产生一个认同感 当黑队输掉 或者是白队输掉的时候 会站出来骂说 怎么会这样子啊什么的 我们必须要投入 观众才会跟着投入 所以我自己内心的潜台词是说 除了也许评审长他们 不可能去带动这件事情 可是队长正应该是 应该要去做出这样子的投入性质 才有办法让观众 对两队产生认同 你觉得现在回头看 你觉得你做的好吗 我觉得在drama的部分 我们有意无意的做的不少 OK 就其实很多这些drama 我并不是有意的去创造很多的冲突 但是 这集播出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就是第七集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在那一集的过程当中 还有后续的一些集数都有一些所谓的冲突 壁幅冒出来 我后来其实在录制的过程 我都会有一种很撕裂的感觉 我有一个浮在我半空中很高的很高 大概两层楼高的一个位置 观察这一切的黄豪屏 看得到吗 就是真的是从两层楼高的地方 往下看俯视整个状况 我会说 我可能我在地面上的这个黄豪屏会觉得 哎呦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 这件事情没问题吗 会不会伤害到我 可能会有一些公关危机影响到黑队 或是谁谁谁 可是很高一层的那一个黄豪屏就说 没有关系 这一切都是精彩 这些精彩都是为这个节目增加更多的丰富度 所以我很撕裂 就是上面那时候 尽情吧 就让这个世界燃烧吧 这上面的黄豪屏会想要看 大家就是烧成一团的火花四射 那地面上的黄豪屏就试图把它拉回来一点点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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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很可怕 我们自己会会引火上升什么的 所以那个状态是我一个很挣扎的状况 其实有时候我们录完之后 陶子姐也会传讯过来说 哎我觉得你今天不用太在意哦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好这节目就是因为这样才精彩起来什么 就是他也会关心我们的状态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我做的好不好 但至少是 我有成功的让我的队员们 对于说话这件事情 从原本的可能热情程度没有这么高 到后来他们是非常非常投入 莫仔阳好了 莫仔阳真的是从以前 一开始他第一集录影到讲到现在 第一集睡着 录到睡着 被截图被制作人骂 但后来他是为了准备辩论 我们那集在打的题目是 我可以先透露一题是跟结婚有相关的 之后会有一题是跟伴侣相关的东西 他没有结过婚的经验 他就买了四五本书 他po在群租里面说 我刚去书局买这些书来研究哪些理论可以用 然后像观观也是 观小文超级忙 他是一个非常忙的youtuber 是一个自媒体创作者 可是每次第一个交稿的都是观观 他交稿甚至是很完整的内容 然后宜佩也是忙到说 他其实后来忙到都会是偏头痛的状况 他都还是很愿意说投入到讨论当中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开会的时候是 某一天4月3号 我忘记几号 反正他当时是隔天就要去 本来是他当天就要下台中去准备一个舞台剧的演出 他特别跟剧组瞧了时间说 一定要跟我们开那个会 开完会他再下去 阿喜也好 阿喜从一开始很害怕讲话 想说赶快把我淘汰掉吧什么的 到后来是他开始觉得享受这一切 很愿意的把戏剧化东西带进来 大天根本不用讲 大天原本就很喜欢辩论讲话 可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从一开始只是搞笑 到后来能够论理 到论理跟搞笑兼具 甚至运用到一些模仿的技巧 我觉得他更享受在其中如鱼得水的状况 我还漏谁吗 徐兴阳 徐兴阳 徐兴阳跟贺龙 徐兴阳跟贺龙 还有木星 徐兴阳的话 就我最一开始 我就跟制作单位讲说 我想要徐兴阳在我这一队 因为我觉得徐兴阳是一个 我跟大家讲啦 之前超级编语变录影的时候 他是超级编语的主持人 另外一个编论节目 中间空档我曾经看到他 我不知道被谁骂 某一个工作人员还是制作人 就是直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是对他语气很严厉 我想说 为什么他会被骂成这样子 那就感觉到他在那个节目上面 是有一点点畏惧某些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来到我这一队 我想要把他这一部分温柔的力量拉出来 那即便是他现在被淘汰 可是我觉得他在淘汰之前的 那一集的表现是 他有听进去我所说的话 温柔力量 我告诉他说你每一句 你在关键的地方用力 你不要每一个都很温柔的过去 你每一个都是一样的语气 你就没有重点 所以你必须要在 你的稿已经很好了 你在关键的地方加强的语气 所以大家有看了 你就可以感觉出 他上一次跟最后一次的表现 有明显的差异 那虽然后被淘汰了 可是我觉得他是在表现的好状况之下 被淘汰掉的 并没有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 当然不能跟我们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非常遗憾 那至于说沐昕的话 沐昕他则是一个戏剧效果很强的女孩 那可是他在坚持讲他的内容的时候 他又有他自己的亮点 有自己的魅力 就他可以搞笑 但他在认真讲话的时候 也有自己女性的那个力量存在 所以我也可以预告一下 他之后有一次 他会扛节变的位置 会扛下节变的位置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会告诉大家他表现的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挑战自我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来到贺龙 贺龙是我心中一个 一根刺也是一个宝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子 可是他的不稳定 正是他的魅力来源 所以他在场上讲的各种东西 我没办法控制他 但是正是因为这股不可控制 才让他在节目上面 真的变成一个火花四射的坦克车 陶子姐在某一次记者会的时候透露了 我们后面有一次 队长自己要提出自己一队 要淘汰一个人 我提出的原因是贺龙 原因我也不好透露 但是那集很精彩 就是我觉得那集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贺龙的 心理状态的变化等等的 那我最心疼的也是贺龙 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新媒体人 他虽然说今年主持 《大西拉时代2》的表现不错 可是新媒体跟传统媒体 在这个节目上的碰撞 我觉得他是首当其冲 被冲撞的最重的人 很多重话是在他身上发生的 所以我很心疼他 但我也很感谢他在这个节目上 并没有削弱自己的锋芒 还是持续的铲除他的各种论点 大概都讲到了吧 所有队员应该都讲到 好怕漏了谁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队员 虽然说是评审掌他们 评审们分配的 可是我觉得是命运 就是我觉得这八个人 我们的电波是非常合的 我们有人被淘汰 我们有人被评分评的不好 是真的是同仇敌忾的 我们在群组讲碎话 但是其实 我不知道白队人 哪些人过来 一样会是这样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我们八个人 是命运把我们凑在一起 也组成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全明星辩论会的黑队 糟糕我们下一集要发陈芳于静 真的吗 真的吗 像我们才知道白队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我真的也不知道白队在搞什么 我们真的是 我现在看节目都在看说 后访到底大家都讲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都接触不到白队 我甚至跟你讲 大天有一次去其他节目 陈大天去聊说 就是到开始比赛之后 原本跟杨胜达还不错 后来我们都没什么讲话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真的 那个团队精神建立起来之后 你会开始防 你知道吗 同仇敌忾 对会同仇敌忾 敌忾的精神会变得太强烈 好你已经把基本上 这个明星辩论会的很多内容都讲完了 这本来是我没有期待会发生的事情 但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 还好吧我没有爆什么太多雷吧 我预告了一些 好没关系 反正呢到底 有些人看了没看都无所谓 对但是 这是一个有趣的节目啦 我觉得是蛮值得去看一下 因为 可能真的是蛮特别的 就是在过往 跟过往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蛮有趣的 那 如果回来最后 虽然说我们刚好我们都没有谈书 但其实很多的内容 就是在书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我们在讲这些很多东西 都跟书有关 我比较好奇的另外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书的副标是 黄浩平的斜杠生存学 嗯 那 这么多的 不同的工作 像你刚刚讲的 不管是喜剧演员 主持人 或是现在作者 Podcaster YouTuber 等等等等的 所有这些东西 你觉得哪一个工作 那你说可能是 挑战性也好 或者是 你觉得 会 让你比较惶恐的 的事情呢 这么多事情当中 最惶恐的东西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单口喜剧可能是最惶恐的事情 OK 不要觉得大家好像看到现在黄浩平 做单口喜剧被大家给看见了 可是其实 呃 每一次的演出之前 尤其是还没有段子出来的时候 那是最害怕的时候 因为永远都不可能说 同一套你演十年 不可能 你一定每一年两年 可能就要想十分钟二十分钟 甚至是一个小时的专场的内容 要思考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仍然持续都是挑战 有时候演出前 都哇 我想了十五分钟 可是我这演出是二十分钟的长度 我还有五分钟要舔 怎么办 怎么办 有时候在担心都在想 呃 但有些时候 就是命运会安排一些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就包含说 可能五月开始 被撤撞 然后还有什么 被误认说去擦撞人啊 还有公开认爱的这些事情 各种新闻各种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都觉得 其实 好像不用这么惶恐 不用这么担心 当然你还是会害怕 可是 自然而然 当你把感官都打开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生活当中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拿来 当作素材 那如果这些素材的创作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有所共鸣的话 那 那这就是我的荣幸嘛 这也能够帮助大家解 解决到 生活当中的某一些 忧愁 哀伤 那这是我们喜剧演员 至高无上的一个责任 那 其实现在我自己觉得说 单狗喜剧 让我最惶恐的不仅仅是说 创作的事情 我觉得行销也开始 会让我有点担心 因为 现在不是说 谁就是 每一场秀都有 卖满的机会 有些票 有些秀可能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卖不完 也许六成七成 那大部分的票 集中在 几个顶尖的 顶流的 单口喜剧演员身上 就不只是 我可能 博恩是更夸张的 就是可能小巨蛋都卖完 可是你看 他可以卖一万张票 但是有的 秀就可能只有六七十个人 但怎么样都卖不完 就像我们 这礼拜要在台中演出 这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 反正就是 台中演出的票 可能现在也才卖七成八成 就 卖得不错 相对于其他秀来讲 卖得不错 可是还是没有卖完 所以这表示 现在台湾单口喜剧的市场 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是 卡在某些人 就是集中在某些人身上的 那我希望的是 我们 包含我在内 social在内 我们想做的事情 是希望让单口喜剧 变成是一个 也许我们下班之后 都会想到 去看场电影吧 这句话会改成 去看个脱口秀吧 大家会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娱乐 所以我也变得比较是 积极的在 参与 跟看那些新人的演出 我看这些新人 这些表现不错 我可能下一个演出 下一个秀 我找他来当开场 或者是 我有些合作 我就想说我想要跟他一起合作 让他一起来做一个拼盘秀什么的 这个感觉就很像我刚刚提到 全明星辩论会吧 就我 我开始会觉得说 这光芒不一定是 非得要在我身上呈现 就如果能够看到那些 我重视的人 他能够也有 发光发热的机会 我也会很感动 我在 这也不太算爆雷 就是 我想想看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反正就是 全明星辩论会后面 又再有一段 就是再回到大家各自 发表各自的东西的时候 哇那一场 我那场完全没有上 我就看他们讲 我就觉得 天哪 这真的是 一路以来我带过来 就最早看到 可能大家还 懵懵懂懂在 碰撞的过程当中 然后到现在发光发热 能够讲得了一个论述 我觉得就算我没上场 我也很感动 就他们身上都带了一点点我的碎片 在台上发光发热 那这件事就是我的荣幸 那包含像 回到单口喜剧 怡城 有个叫移动城堡怡城的一个女生 她那时候 我觉得她的音乐喜剧这东西风格很强 所以我把她带到我的 专场哈哈链做开场表演 她当时也被看见了 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机会 现在甚至是IG有个十几万人次 因为音乐喜剧这件事情被看到 我不认为是 我不认为自己是博乐 我觉得那是她本来就做得很好 可是我很开心 是在她还在初期发展的时候 我让她可以有机会到 让她能够有一个大舞台表现的人是我 我很荣幸是 我有做到这件事情 我不是那个把这个 这样子一个有天分的喜悦 埋没的人 所以我想要找到更多这样子的人 让他们在这个市场发光发热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成为顶流 但至少他们要被看见 OK 我本来想要最后问你的 是说你接下来的发展是什么 现在听起来你的接下来发展就是往经纪人路线发展就对 没有没有没有 先把房贷还清 这是我接下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持续努力的赚钱就对 你真的要讲发展 其实我会想要在就是辩论这件事情上面再做一些事情 辩论 因为其实我在全明星辩论会之前就有一个IP叫台杠大神 然后那个台杠大神那个节目是我担任主持人邀请一些艺人 或者是KLL来做辩论 那风格跟全明星辩论会又截然不同 但因为我参加全明星辩论会的关系 就停了一段时间 我希望是未来可以让辩论比赛变成是一个线下可以大家买票进场看的东西 这可能会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挑战 但一切都要看这一波全明星辩论会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带起什么样的一个热度 就像当年奇葩说在大陆对辩论这件事情带起热度一样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一个言论自由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 那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场地 我跟Social跟百灵果他们做这样子的场地 那我们更有一个基地去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让大家养成能够更多更有可能进现场看喜剧的习惯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黄浩平来 马六平你喝一杯 那浩平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不只是喜剧演员 那里面分享很多他过去一路走来的一些精神跟经历 有些其实蛮神奇的 就是当然你说运气 他不断强调这个有运气成分在里面 没有错 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把他所有能够做的事情 所有可以努力的成分他也都发挥到极致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些成果 那最近除了这个书之外 另外还有这个全明星辩论会节目 正在播出当中 我们的节目上线中应该还在播啦 当然当然 那如果不管怎么样 你没看过你还是可以回到YouTube上面 再从头再看一次 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他记得那个时候可能我有被沿上的危机 请大家去帮我讲两句话 先预言起来 先预言起来 你被沿上可能不用等到那个时候 随时都有可能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现场的表演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 然后很多都表演慢慢慢慢的又恢复正常了 我相信有很多的现场表演 不管是戏剧舞台剧 这个喜剧的表演 都非常值得大家可以进场去参观 让更好的表演可以在台湾出现 那我们也才未来才会有更多更好的表演 可以持续的看到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好评 谢谢马里哦 谢谢